对阵叙利亚的地对空导弹和米格机 而此时的F-16也大大地证明了它的空战实力 以色列空军的F-16和F-15英F-4鬼怪一起 彻底击败了叙利亚的战斗机 而在一对一的格斗情况下 叙利亚的米格飞机根本不是以色列F-16的对手 不管在以色列还是在美国 F-16都在一次次苛刻严格的训练和实战中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F系列战斗机的确是战功卓著 而驾驶这些飞机的人也都不是等闲之辈 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曾经当过飞行人 而他驾驶的飞机就是F-102三角舰战斗机 而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在二战期间也是飞行员 他的经历就更传奇了 他的飞机被打了下来 差一点被日军抓住 砍了头甚至被吃掉 1944年9月老布什当年只有20岁 一次他和其他八名机组成员一起 开了飞机到日本的副岛上 执行轰炸任务 很不幸这架飞机被日本人打下来了 除了老布什一个人以外 其余的八个人都做了日军的俘虏 他们的命运非常悲惨 铁里面有一半的人被人军砍了头 剩下的被日本人屠杀之后 他们的肉还被日本军人吃掉了 毛布什较劲逃脱 后来被美军的潜艇救援起 本来是八个人的死 毕竟恐怖 种种事实表明 飞行员这个职业 风险是相当大的 战场上可能有什么危险 这就不要说了 就连平时 飞机上哪怕出现些 很小的故障和缺陷 都有可能导致 危机飞行员生命的事情发生 感谢观看